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同学们来修读这一门通识选修课程 全球化与当代社会 那么这一门课程是我们社会领域的通识选修课程 那么这一门课将由老师来为各位授课 那么老师目前是在通识教育中心服务 那这一门课是两个学分的社会领域通识选修课程 那这一门课的基本的课程架构 跟各位做一个介绍 其实全球化这个议题 可以讲是近十年来非常热门的话题 不管是在经济政治能源环境 各个方面可以讲都对我们来说 有重要的一个意涵 那么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公民 也可以说是地球村的一份子 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我们所居住的世界 来理解这个世界衍生出来的相关课题 其实即便我们住在台湾 我们也很难能够去说我们不要管它 或者是说我们视而不见 因此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十九岁二十岁 顶多再大一两岁 未来的世界等着我们 我们对这个世界要有一些掌握跟理解 盘领我们手上的相关的这些能力 能量 那么到底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些所学 来面对未来的世界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 这门课的课程架构 就如同各位在投影片上所看到 首先我会跟各位介绍什么是全球化 那有了这样的定义以后 我们往下走 接下去会跟各位来分享的是 世界时评的这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来自于一个学者 叫做Thomas Freigman 我们就是上课的时候原则上会采用这本书 那么稍后会跟同学来说明 我们上课的时候相关的教材 那Freigman在这个世界时评的这本书当中 提到了三个全球化的版本 那这三个全球化的版本呢 就如同各位在投影片上所看到的 有全球化的1.0版本 2.0版本 以及3.0版本 通过这样的版本的一个往下介绍 我们将接着来跟同学通过 几个面向来说明全球化的相关的这些内容 所以在正中间投影片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跟世界经济体系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通过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以及反全球化这个主题来跟各位做说明 那这个部分是跟世界经济体系来勾连 那么第三个部分也就是在投影片的正中间 我们跟各位同学分享的是全球化 与区域经济的碰撞 那么这个部分呢是谈区域经济组织 这是第一个理论性的说明 那么接下来有一个比较是 这个可以讲是我们在地化的一个议题 也就是我老师呢 选取了麦当劳以及胡须章 作为一个case study 这个比对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域碰撞 区域经济的碰撞 形成了相关的这些议题 那第三个呢 是全球化跟区域文化的碰撞的问题 这个部分一样 我们首先第一个是理论性的介绍 在文化全球化与在地化的部分 我们有一些理论上的介绍 那么介绍之后 我们一样会提供一个case study 来跟各位同学做分享 那这个老师所挑的是 罗夫公与故公 来做一个比对 那么我们通过了 这个投影片上面 这样的一种全球化 与世界经济体系 全球化与区域经济的碰撞 以及全球化与区域文化的碰撞之后 那么我们最后会回到 我们个人实践的部分 也就是回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在这样的全球化之下 我们每一个个人应该有哪些体会 这个世界是M型的还是平的 值得来讨论讨论 第二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世界 如果说它客观上已经无法来转移 已经不是我们所能够转移的情况下 那我们该有哪些准备 来面对这个世界 那么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的 我们这一张投影片某种程度 其实就是这一门课的基本的课程架构 那么其实也跟各位说 我们这一门课它不太是所谓的 算定在某一个领域 你说它是这个政治学 社会学 这个心理学 都不是 它比较是一种整合型的一种课程 所以这一门课它有一定的通识度 也希望同学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能够有搭配了老师所建议的相关的课本 或者是这个我们所要选读的相关的讲义 来一起我们一起来学习 那么今天呢 跟各位这一门这个投影片所看到的就是 我们课程的整个的进度安排 那原则上我们会按照这样的逻辑来做 如果说同学对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安排 有觉得太慢 我们可以加快 如果觉得太快 我们可以再慢一点点 或者是说提供相关的 Outside Reading 给同学来理解 那么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可以是弹性的来调整 这是没有问题 那么如同各位同学 刚刚跟大家报告的 我们的课程教材 最第一本 就跟各位同学介绍的 就是2005年 由Thomas Friedman所写的这一本世界时评的 那么这本书老师所提供的是中译本 那这样的话 同学来阅读起来 原则上没有这种语言上的一种困难度 这是第一本 第二本呢 是后期老师会来使用的一本课本 是由这个Warnier所写的这个文化全球化 这本书也相当好 也译得不错 那么可以讲非常的这个精简 老师手上也有 如果你需要的话 老师也可以借给你看 那么第三本呢 是大前影音所写的M型社会 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 以上机 那特别里头老师会介绍 序章 第一章 以及第三章 那么相关的这些参考书 还有这些影片资源 我们有机会的时候 会跟各位同学来做这个介绍 或者是播放 届时我们再一起讨论 同理 我们同学也很担心 这个老师啊 那你的分数要怎么打 跟各位报告 我们的平时成绩 我们的其中的分组报告 我们的同事护照 这些都可以请大家来了解 那么第四个是期末考 那么是占30% 另外呢 是出席的情况 是10% 这样子可以同学可以了解到 我们这样加起来的 的总分 其实不止100分 比100分多5分 这个希望你在这个出席的部分 能够加紧去争取 你的平时报告这边 也能够加紧来争取 我相信你的成绩就会很理想 那么我们在这边 也跟各位同学说明一下 这个我们第一次的其中 课堂报告的方式 我们的课堂报告的方式里头的主题 就叫做 找寻台北具有全球化符号的事物 或者是所在 那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其中报告 比较重要的部分 那么各位同学 我们必须基于一种 分工的概念 团结合作的概念 我们来共同来制作 我们的小组课堂报告 所以这个课堂报告 不可以是一个人 必须是两个到三个 四个这样的组合才可以 那么如果你有困难 可以跟老师谈 那么我们在报告的部分里头 必须牵涉到 十一住行娱乐 以及其他等 那么十一住行娱乐 这个部分 每一个领域至少要两张 但合计至少要十五张 那么其他不一定要有 如果有的话 我们也可以纳入张数来计算 每一次 每一组来报告的时间 大概在四到五分钟左右 那么要说明 为什么你要拍摄 这个物件 或者是这个对象 那你要说明一下 这个对象 在全球化视角当中 它的定位 以及它的相关的意义 那么我们会在 第八周的时候来进行 第九周是后半段 跟各位做这样的第一个说明 那么回过头来 很快地跟各位来 导向到这些课程本身 这一门课逻辑上来说 其实它在知识度上来讲 就是要请同学来思考 第一个问题 全球化的世界 有哪些的现象 意思就是说 这些现象 是在全球化之前没有的 那请各位来思考思考 是哪些促成了 这些现象的产生 是来自于哪些现象 是来自于全球化的缘故而产生 第二个 世界真的是平的吗 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 我们回过头去 有意识地去批评 批判 Fredman这本 这个作者 他所提到的 世界是平的 这个基本论点 你可以来思考思考 果然是这样子吗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反例 来支撑 我们说他不是平的 这个可以来思考 第三个就是 面对全球化的冲击 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因应 其实这个部分 是回到我们个人身上 我们每一位同学 未来你的工作机会 搞不好 不是在台北 不是在台湾 搞不好 你的工作地点 是在 这个中国大陆 东南亚 美国 日本 韩国 欧洲 或其他任何的国外地区 怎么会这样呢 显然 未来的 这个 未来的这个故事 或者是说 这样讲好了 未来的故事 我们必须 至少站在现在 要盘点盘点 我们有哪些的 这个装备 我们能够应付 这样的可能性吗 这个我想提供同学 一个思考 除非 你要做的是 本地的 local的事情 否则的话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 一种 规划 朝向那个方向 去努力 好 那么 本课程的几个目标呢 第一个是 希望同学能够学习 正面思考的态度 第二个呢 也希望同学能够具备 面对多变世界的 应变能力 所谓的应变力 第三个呢 是希望同学能够理解 全球化的基本概念 那么最后 希望同学能够有 终身学习的能力 我想这样的一个 终身学习的能力 不为是本课程 我们学校的通试课程 其实对这件事情 也非常非常的在乎 希望同学都能够学到 一辈子 带得走的能力 那么在这个 就学理而言 全球化 可以有一些 基本的定义 那么老师在这边 所提供的两个 一个是Gillens 他在90年的时候 所写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是Peters 在95年的时候 所主张的 那以Gillens来讲 他说 意味着以全世界为范围的 社会关系的增强 他连接相距遥远的异地 在此情况下 地方上所发生的事件 会被远方所发生的事件 所影响 反之意然 所以他谈的事情 是在谈一种互动 谈的一种相互牵连的关系 那这是以全世界为范围的 一种社会关系 这个情形 的确跟以往很大的差异 那么Peters他谈的是一种观念 他说 全球化是一种观念 是通过源自于西方的技术商业 与文化的同时扩散 使得世界逐渐的趋于一致 与标准化 而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 那这个概念 原则上是一种西方 所谓的现代主义的一种 基本的一种哲学概念 通过所谓的现代主义 或者是现代性的概念 来发展 所谓的全球化 这样的一种描述 那么各位同学可以通过 这个同影片上面的 比较上端的位置 我们可以这样子说 它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 和视全球一个整体 这样的一种概念 也就是我们以前 曾经用的字眼 叫做地球村 那么感觉上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来定义的 好 那么全球化的 全球化社会的一些相关的 现象来讲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很 你如果细细地去观察 就会发现 第一个呢 是频繁的跨国商业贸易行为 的增加 第二个是跨国文化的交流 越来越多 第三个是人才的跨国移动 越来越明显 第四个是国家和国家的相互依存度 也提高了 这个是全球化社会的一种 相关的一些情况 我们说这些主要的现象 我们来检视检视 我们国家是不是也是如此 你在街头上是不是 比较容易看到一些 跟我们外貌很不一样的 国外的人士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 都可以提供我们一些 所谓的参考的注脚 那么今天呢 可以讲就是我们今天的 这个基本的一个介绍和说明 那么接下来在下一周 我会跟各位同学分享 进一步的一个 比较细节的一个报告 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其他问题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我们下课了